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偷偷藏着一个姑娘 对其他姑娘都瞧不上了 阿邦家里很穷 父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 后来与母亲相依为命 因为母亲也没有手艺 而且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 小小年纪的阿邦 在村里人的担保之下 就去了理财主家做了长工 而且这一做就是十多年 阿邦懂事勤快 在理财主家勤勤恳恳 什么火都干 单柴皮水 夏天上山 每一天都忙得不停 理财主苛刻 工钱给得少 但是阿邦从不抱怨 但凡有点好吃的 都偷偷拿回去给老娘吃 娘 快来吃这糕点 可好吃了 今天李老爷来了客人 这是老爷赏的 我给您留了两块 快尝尝 阿邦说道 其实这糕点是李小姐给阿邦吃的 这李小姐是理财主唯一的女儿 叫李燕 比阿邦小几岁 小的时候就跟在阿邦身后 看她干活 有时候阿邦也会偷偷带她去玩 两人感情很好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李财主却不让女儿与阿邦一起 燕尔 不要整天与家里的长工一起 那成何体统 李燕却不以为然说道 爹爹 这有什么 我就是要跟着阿邦哥哥 李财主眼见女儿越来越忤逆自己 觉得这样下去可不是事 便给她请了一个刺绣师傅 平时就与师傅学习真贤手艺 有一次阿邦干完田间地头的火后 现天色尚早就想着摘些野菜回去 想着就要上山去 突然却乌云密布 狂风巨作了起来 原来要下暴雨了 阿邦一想 不行 不能上山去了 得先回去了 不然林一身语不说 或许还得着凉了 风寒就不好了 还得花钱抓药 虽然现在已经是春季了 但是这春寒料翘 一点也不会比冬天暖和呀 阿邦捡起央厨 就赶紧往家跑去 也没有跑几步远 大雨已经来了 伴随着阵阵闪电雷声 把阿邦吓得一个机灵 今年的春雷似乎早了些呀 此时一只乌鸦从树上掉了下来 正掉在阿邦的面前 阿邦只好停了下来 他捡乌鸦实在是可怜 尤其他那双眼睛 正求助似的看着他的 他心中意软 蹲下身来 把乌鸦捡了起来 发现他的一条腿 貌似受了伤 如果自己不管他 或许他就会没命 所以他只好带着他 一路狂跑着回去 换下湿湿的衣服后 又给乌鸦处理了湿答答的羽毛 又给他受伤的腿包扎好 找出一件破衣服 给他做了一个暖和的窝 又拿出自己的饭菜 分了一些给他 说道 乌鸦朋友 你遇到窝也算是有缘 只是我比较穷 你不要嫌弃的好 快吃吧 在之后的日子里 阿邦日日照顾着乌鸦的空食 给他捉来小鱼虾 给他补身子 在阿邦的细心照顾之下 乌鸦的腿很快就痊愈了 阿邦出去干活的时候 乌鸦就在附近转优 抓虫吃 阿邦干完了活 乌鸦就站在他的肩膀上 跟着他一起回家 一人一押 看起来很是协调 时间就如白居过戏 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三年 如今阿邦也满了18岁了 在这个村里头 很多18岁的小伙子 已经娶亲了 有的还当了爹 阿邦娘也是很着急 可是急了也没有用 家里一贫如洗 自己身体又不好 干不了活 竟给儿子拖后腿 因此常常独自落泪 阿邦 你也到了娶亲的年龄了 一定要抓紧时间 别错过了 咱们这家庭情况 正是拖累你了 母亲说道 阿邦说道 娘 别着急呀 我现在还小呢 而且我也会抓紧时间的 您好好休息吧 别想太多了 而李燕也已经急急了 平时就在绣楼做针线货 练习刺绣 与针头献脑打交道 李财主献女儿也长大了 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 有一日 他做了一双鞋子 献爹娘都坐在院子里闲聊 赶紧把自己做了 大半个月的 一双精致的鞋子拿了出来 说道 爹爹 您看 女儿给您纳了一双鞋子 快来试试呗 李财主一看女儿给自己那鞋子 自然高兴坏了 赶紧就把鞋子往脚上穿 只是这个鞋子 却足足大了两个马子 李燕一看 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 阿雅 爹爹 都怪女儿 把鞋子做大了 算了 这双不能穿 女儿下次重新给您的一双就是 至于这双 此时阿邦正好挑着担子 从田间回来 李燕眼睛一亮 喊道 阿邦 过来 李燕大声说道 快吧 这鞋子试下 原本给我爹那的鞋子 只是马数大了 阿邦受宠若惊地接过鞋子 穿在脚上 刚刚好 不大也不小 李财主看到此 心里明白了什么 对阿邦说道 这鞋子的钱从你工钱挤扣 吓得阿邦把鞋子直接就嗨给了李燕 说道 不不不 这鞋子不合我脚 小了 我穿个脚 小姐 你还是拿回去了 吧 明明很合脚 可是阿邦不敢说 更不敢要 自己需要养活老母亲 每个月的月钱本就不多 仅能维持母亲的吃喝 这又要扣工钱 自己母亲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放下鞋子后 阿邦就赶紧干活去了 李财主家里有三十亩地 全都是阿邦在试农 就是农忙时 会请来短工帮忙 原本家里还有一个长工 后来因为年龄稍大了点 有些力不从心 便辞退了 这李财主 嫌阿邦勤快 慢慢的 就不再请别的长工了 家里大小活鸡 全都是阿邦干 还不给掌工钱 每次李燕 看不惯自己老爹 如此对待阿邦 都是偷偷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 色给阿邦 阿邦看到如此善良的李燕 心里对他很是感激万分 心里也是偷偷喜欢着他 只要他有什么事情吩咐 必然是义无反顾 有一日 李财主破天荒地给阿邦加了几块红烧肉 阿邦舍不得吃 就要给自己母亲送去 老爷 我可不可以 把这几块红烧肉给我母亲送去 他已经好久都没有吃上一口肉了 李财主见阿邦如此孝顺 自然不会反对 说道 随你吧 在经得李财主的同意后 他把肉给母亲送了回去 才回到家里 发现母亲正在吃红烧肉 一问才得知是李小姐送的 儿啊 这李小姐真是人为心善 你可不能辜负了他们家呀 可要好好前活 这样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母亲说道 这么多年来 李财主虽然苛刻了些 但是小姐和夫人对她都很好 不仅照顾着她 还会偷偷照顾自己的母亲 这让阿邦心里对李小姐有多理些崇拜 有一年 天下大旱 田里的粮食减产 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缺水缺粮现象已经显了出来 阿邦家里也没有粮食了 他找李财主借 可是李财主磨磨蹭蹭 斤斤计较 就是怕借出去 到时还不上了 李燕县父亲如此 便说道 爹 咱们不借 现在粮食这么金贵 咱们自己留着吃吧 这李财主一听 就是这个李 他不禁称赞 女儿终于懂事了 要是放在平时 这个女儿指定要与自己唱反调 不过第二天一早 李财主却发现 自己米缸里 血溅了底 他就知道 肯是女儿钱的 别人可没有 那么大胆来偷粮食 可是与自己女儿 说了也没用 他整颗心 已经倒在了阿邦那边了 怎么办 其实女儿偷偷把米送给阿邦 母亲是知情的 她也赞成女儿 只是李夫人性子温顺 平时不敢忤逆丈夫 李燕做的很多的事情 李夫人都是知情的 阿邦在李家干了十多年 李夫人都是瞧在心里 只是李财主平时扣扣嗖嗖 李夫人不敢多说话 但是女儿做什么 他都是支持的 有时还给他打掩护 就比如昨晚上 他偷偷把家里所有的米都装带 送给了阿邦 为了不给李财主发现 早早熄灯睡下了 偷偷给睡着的李财主晒住了耳朵 就怕他听到动静 醒过来 李财主实在看不惯女儿 常常看到他们结伴性都气得火冒三丈 想来想去想了几天几夜 终于想到了法子 李财主叹气道 女大不中流啊 随后就找来了村里的王媒婆 说是给女儿撮合个对象 因为李财主瞧不上墨前的小伙子 可是有钱人家哪有那么容易 虽然李财主也有些钱 但他也只是一个土财主而已 没什么钱 只是在村里头土地多了一些罢了 那王媒婆是个见钱眼开的主 县里烟长得漂亮 得知李财主要找个有钱人家 便记上心来 方圆百里 最有钱的人家就只有陈家了 只是这个陈家并不是要给儿子说亲 而是给陈老爷做个妾事 这陈老爷的年龄于李财主一般大 比李财大了两轮还多 李财自然不乐意 李财主也是纠结中 不知这门婚事是否真的妥当 有一日他在村里头走着 突然看到别人对他指指点点 后来才得知 李财偷偷找到了 在天间干活的阿邦 他们在天间吵了起来 阿邦 你一定要娶我 不然 我爹就把我嫁给一个老头子了 我才不要嫁给他 我只想嫁给你 说着就紧紧抱着阿邦 这一幕 恰巧被村里的花绳子看见了 这花绳子嘴巴可碎了 不出半个时辰 李财与阿邦的事情 就在村里头传遍了 都说李财主家的小姐 不见点 与家里的长工拉拉扯扯 还抱在一起 话传得可难听了 这李财主一听 也是气坏了 回到家 又把王媒婆找了来 表示同意了这门婚事 就这样 不日李烟就要嫁到陈家去了 李夫人也是不满意 说道 老爷 你糊涂啊 女儿与阿邦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也没个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这个阿邦也是咱们看着长大的 勤快 忠厚 做我们的女婿不好吗 为何要把女儿嫁给陈家作妾 我不同意 可是李财主已经答应了陈家 所以第二日聘礼也送来了 此时李财主想要反悔 也已经来不及了 他觉得妻子说得没错呀 说不定还能让阿邦做个上门女婿 还能延续李家的香火 想想自己还真是糊涂 可是他可是个好面子的人 哪敢轻易反悔 就这样 他们的婚礼即日也订好了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李财主特意让阿邦出去收账 好巧不巧 等阿邦收账回来 在半路上却遇到了迎亲队伍 当时他还以为谁家成亲呢 上前一打听 原来轿子里的是李燕 他气坏了 这是李财主嫁的小姐成亲 听说嫁给镇上有权有势的陈家 老爷做妾 听说那陈老爷自己五十多六十岁了 真是埋态呀 就是啊 真没有想到亲生父亲竟然做这样的事情 听说李小姐哭得像个类人 根本就不愿意上花角 是被人压着硬色进去的 阿邦听着这些话 心里刀割一般疼 陈家的势力自己根本就撼动不了 阿邦坐在水田边上 想了许久 终于想通了 这末些年 李燕对自己好 照顾自己 常常接济自己 不然自己与母亲哪能如此一事无忧呢 就在当天夜里 陈老爷陪着宾客喝酒 听着他们的祝福 奉长 心里是喜滋滋的 陈老爷 您真是有福气 听说新夫人尝得美如天仙呢 一个肥头大耳的男子说道 就是 什么时候把新夫人带出来 给大家一赌风采呀 哈哈哈哈 陈老爷顿时得意忘形了起来 不知不觉酒也就喝多了 在管家的提醒下 终于想起来 自己还要入洞房呢 今天就到这里吧 感谢各位了 以后我请各位去醉仙楼喝酒 陈老爷站起来 拱手说道 随后又让管家下人 把客人送走 自己一摇三晃 往洞房而去 陈老爷来到了洞房 迫不及待 就揭开了盖头 一看这李小姐 还真是漂亮 感觉自己花出去的彩礼 还真是值啊 此时突然一只乌鸦飞进了洞房 站在衣橱上叫换着 在这洞房夜里 听到乌鸦叫还真是晦气 而且这乌鸦还飞进了新房 这把陈老爷气得够呛 大喊道 快来人 把乌鸦给我打出去 此时匆匆进来一个人 要把乌鸦给赶了出去 只是乌鸦机灵 在屋里飞来飞去 屋里的东西也是乒乒乓乓 满地都是 此时的陈老爷 不小心踩到了躺在地上的东西 给伴了一下 摔倒在地上 本就喝了酒 一下就晕了过去 那个人稍稍对李燕说道 燕儿 咱们跑 原来 洞房外的人都给陈老爷打发了 刚刚进来的是 躲在外面的阿邦 他正在找机会 把李燕带走呢 也深了 他们在乌鸦的带领下 从后门偷偷跑了 因为怕陈家找他母亲麻烦 就把母亲一起带着 三人逃离了雷公村 找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生活 动手搭起来茅草屋生活着 环境十分简陋 身上也没有钱 日子过得非常困苦 阿邦母亲拉着李燕的手说道 孩子 委屈你了 让你一个大小姐 与我们这些粗人在一起生活 大娘 我不委屈 是我害了你们 背井离家 李燕哭了起来 李燕是大小姐 从来就没有过过 如此穷苦的生活 不委屈是假的 她实在受不了了 几天后 就哭着跑回去找爹娘 阿邦县李燕吃不了苦 眼睁睁地看着她跑了 她也是无助地瘫倒在地上 她的内心痛苦极了 她跑到了一座山顶上 想着想着 雪哭了起来 一个大男人 再苦再累都没有哭过 此时却嚎啕大哭了起来 也不知哭得多久 不远处的树上 一只乌鸦静静地看着 看着阿邦 时不时发出一些叫声 哭累了的阿邦 想起母亲 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她擦浅了眼泪 拾起对生活的信心 朝着茅草屋而去 回到茅草屋 她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是李烟回来了 她把身上的首饰 全都卖掉了 换了粮食回来 两人紧紧拥抱在在一起 诉说住分开后的相思之情 阿邦知道 不能这样下去 为了养活三人 只能出去做工 因为没有什么技术 只能做些最苦最累的活 而且工钱也不多 不过 这样的日子过得舒心啊 与自己喜欢的 认在一起是幸福的 为了多赚钱 阿邦坐起来搬活 扛包的活 别人扛一袋 她扛两袋 每次领工钱的时候 可以比别人多领一份 阿邦每次领到钱 都很高兴 想着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此时的她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着希望 有一日 她拿到刚刚领到了工钱 买了些李烟和母亲爱吃的东西 匆匆回去了 突然在一处胡同里 给人拦了下来 领头的人 阿邦见过 也是一起干活的工友 她赶紧打着招呼 没成想她根本就不吃这一套 直接给阿邦下马威 一边捏着阿邦的脸 一边阴阳怪气的说道 小子 你很狂 把我的钱都赚走了 你让我们吃什么 说着就对着阿邦 一拳打了下去 阿邦被打的一下 在地上打起了滚 只见那领头男子喝道 兄弟们 给我往死里打 那拳头就像是雨点 搬往阿邦的身上招呼 突然天空中却飞来几百只乌鸦 他们朝着那些男子袭击了过去 把那些男人捉得头破血流 惨叫连连 不一会儿 他们全都抱着头 落荒而逃了 阿邦看着这些乌鸦 又是感激 又是惊奇 不一会儿功夫 几百只乌鸦 全都飞走了 剩下一只乌鸦落在他的肩膀上 一人一押 慢慢的走着回去 此时的乌鸦却说话了 恩公 跟我走吧 阿邦也是来不及多想 乌鸦在前面带路 他在后面跟着 他们来到一处老房子出处 说道 恩公 这处老宅在十无人居住 以后搬过来住 然后 把西面的墙角挖开 有惊喜 阿邦看了看这处老宅 虽然有些年代了 但是屋子里面一切物件 应有尽有 远中还有一口老井 只听得泉水叮咚响 阿邦看着这处房子 觉得很好 可是这屋子究竟是谁的 为何无人居住呢 后来在乌鸦的叙述中得知 这处屋子是他原本的主人家 后来不知怎么发生了一些事情 全家都没了 只剩下屋子 当时的乌鸦只是一只小灵鸦 一点法力也没有 只能听懂人话 也不能开口说话 主人没了后 他就一直在这里守护着 希望有朝一日 自己的主人会奇迹搬回来 可是自己守护了几十年了 都没有见主人出现 他在守护宅子的时候 一边修炼 因为自己天资聪慧 很快就修成正果 手下指挥着上千万乌鸦 上一次 自己修炼又上了一个阶层 就在自己要成功时 却迎来一道雷电 击中了正在飞升的自己 幸好被阿邦救了回家 经过悉心照顾 这乌鸦很快就调养好了身体 当时他不知道阿邦的为人 还在考验他 所以没有贸然帮他 如今也算是完全看明白了他的为人 不仅善良 忠厚 正直 勤劳 孝顺 就算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也遵循本意 不会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乌鸦又飞到了老宅的屋顶上站着 守护着老宅 阿邦赶紧回到了茅草屋 把李嫣和母亲带到了老宅安顿了下来 当天夜里 阿邦挖开了西面的枪角 从里面挖出来二十多坛子的银子 不过阿邦只拿出了一坛子 其他又买了回去 靠着这坛子银子 他做起了生意 买下了档口的铺面 开启了酒楼 因为诚信经营 价格公道 请来的大厨 手艺不错 吸引了很多来吃饭喝酒的顾客 生意也是一场火爆了起来 如今生活干活了 但是阿邦还是保持初心 很多事情都是亲力亲为 对待铺子伙计和善 客气 阿邦与李嫣一直没有办理婚事 现在有了银子 便操办了起来 请了酒楼的伙计吃饭 在一帮人的见证下 他们拜了天地 拜了高堂 夫妻对拜 东方里 看着李嫣一个大小姐 陪着自己 吃尽了苦头 阿邦心疼极了 不过如今好了 终于苦尽甘来了 以后的日子越过越好 路也会越走越宽 婚后不久 李嫣却发现 怀上了身孕 阿邦开心极了 自己终于要当爹了 抱着李嫣转起了圈圈 自从怀孕后 李嫣也是多愁善感了起来 阿邦常常把生意交给伙计 陪在她的身边 相公 我想我爹娘了 不知他们如今怎么样了 不知道陈家是否会为难他们 其实李嫣早就有这些顾虑 如今怀上了身孕 这种顾虑越发强烈了起来 阿邦知道李嫣想爹娘 这也是人之常情啊 所以答应她 偷偷把理财主夫妻接过来看望她 几天后 阿邦打扮了一番 为了不让陈家人认出来 她特意打扮成一个成功商人的形象 还带着几个伙计 一辆宽敞的马车急驰而去 当她来到雷公村时 发现李家门前大门紧闭 她让小伙计下去一打听 原来李家被陈家报复了 陈家有权有势 想捏死李家 就如捏死一只蝼蚁一般 不仅拿回了所有的彩礼 而且还要求三倍赔偿 不然就报官 说他们骗婚 到时的坐牢 就这样 陈家收走了李家的所有天气 芳妾 最后夫妻被赶出来村子 据村民说 他们就在村里乞讨 如今是屋家可归了 幸好还有一次 老宅没有被陈家收走 暂时就住在老宅里 在林林看来 这里财主得到如此的报应 也算是咎由自取 朋友们你们说呢 可是阿邦想到 毕竟他们是自己妻子的爹娘 就不计前嫌找到了他们 并把他们带走了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李夫人抱着李烟痛哭流涕 燕尔 娘已为这辈子再也羡慕不到你了 没想到老天垂怜 我们母女还能相见 李财主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嫌弃的长工 如今竟然如此有出息 一辈子强势的她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她实在也是无脸见人了 阿邦 谢谢你 我如此对待你 没想到你还能把我接过来照顾 我真是无脸见你啊 更是对不起我的女儿 也不知自己当时怎么就鬼迷了心窍 想着要攀上陈家 现在好了 给陈家 还得家也兜了 李财主老泪纵横的说道 不过在阿邦看来 李财主并不是大恶之人 虽然对自己苛刻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对自己如何 尤其是李夫人 对她很是关心 不管是看在妻子 还是李夫人得面子上 她也是好好照顾她的晚年 老爷 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 您别放在心上 咱们如今可是一家人啊 以后我们一大家子 好好过日子就好 阿邦说道 如今爹娘在身边 李嫣心情极好 每天开开心心的 陪着两个娘聊天 说贴心话 日子过得舒心 一年后 李嫣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 全家都高兴坏了 祖母 外祖母一人抱一个 脸上笑得见牙不见眼 阿邦娘 有了金贵的药材条理 身子骨越来越好 如今有了两个孙子 心里更是乐开了话 自从李财主被阿邦接回来后 就是很自责 想着自己有眼无珠 自己的偌大家业都给自个儿折磨了 日日郁郁寡欢 时间一长 身子骨便差了很多 就在半年后 李财主身子却越来越差 吃了很多的汤药都毫无见效 不久之后便撒手人寰了 阿邦孝顺 给李财主找了一个不错的风水宝的风光大藏 阿邦的生意越做越大 在城中还开了分号 家里的孩子 两个娘有妻子照顾 她可以放心在上海拼搏 不出几年 阿邦设计的产业也是越来越多 不行 两行等 积攒的银子也是越来越多了起来 人们发现在他们的屋顶上 有一只乌鸦不分昼夜守护着 不管石瓜风下雨 晴天下雪 依然守护着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丫鬟夜里喂马 意外发现小姐丑事 她躲进马槽 逃过一劫 明朝末年 在徐州高阳县内 有一个李财风 她从父亲手礼 接过礼间铺子 经营至今 由于记忆精湛 价格实惠 所以生意一直都很红火 李财风娶妻方氏 妻子乃是城中方家的小姐 不过方氏的地位 却在方家很是地位 只因她是方圆外和丫鬟生下的孩子 可即便如此 也不是当时的李财风能够配得上的 可方氏对李财风爱得很深 她在方家从小就受尽了排挤 在李财风身上 她感受到了真正的关心 所以方氏不顾与方家割断关系 也要嫁给李财风 大婚之后 夫妻俩甚是安爱 二人一起经营住自家的铺子 过着笔上不足笔下有余的平淡日子 可是李财风年轻气盛 不愿意一辈子过得平庸 更不愿意 妻子一辈子都被那方家瞧不起 于是 她便决定外出创业 当方氏得知丈夫的想法之后 也表示理解 于是李财风便将铺子交给妻子来打理 自己则是带着家里的积蓄 一路北上寻找机会 其实李财风并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她做开财风铺折磨多年 发现这不了 全都要从北方运来 在当地更是一家布方都没有 所以李财风便准备去北方的布方学习 等时机成熟 自己便在家里开上一键 很快 李财风便来到了一个名叫青秋城的地方 在这里她有一个生意上的朋友 就是做布方生意的 于是 在一番交谈后 李财风便来到了布方里 做起了最普通的杂役 李财风珍惜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 她将这布方里的各道工序都赎于心 由于成绩出色 很快李财风便一路飞升做了店铺里的副管室 转眼间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如今李财风终于是摸清了每一道工序 于是她毅然选择了辞职回乡 便卖了家里的财风铺 这才凑够了 银两开了一间布方 李财风早就为此做足了准备 就连布方里的人手都是从清秋城里带回来的 由于李财风产出的布料质量不错 价格又比外面的便宜许多 所以很快布方的生意就火爆起来 一时间布料都供不应求 李财风趁热打铁 很快就将布方过大了数倍 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就成为县里的富贵人家 就连当初看不起他们夫妻的方家 都主动的过来示好 如今夫妻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现在李财风已经变成了李源外 还在城里买了一处大宅子 李源外的诗迹更是被穿得神乎其身 成为了年轻人们奋斗追赶的目标 虽然现在日子富足了 但是让夫妻俩发愁的是 结婚这么多年以来 方氏的肚子迟迟都没有动静 李源外这几年来 可没少带着妻子四处寻衣 可是所有的郎中都表示无能为李 这可愁坏了二人 要知道 当时在农村若是生不出儿子 这一家人在村里都抬不起头来 更别说像李家这种大祸人家了 方氏为此可没少掉泪 他找到丈夫说道 夫君都怪我没有本事 你还是在天一方 好为李家传宗接待 文言李源外却要投道 夫人莫要如此 我这心里只有你自己一人 又怎么可能纳妾呢 夫人不必着急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办法的 听到丈夫的话方氏心中是百感交集 他知道丈夫对自己的深情 想必让他那切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二人的对话却被丫鬟小翠听到了耳中 此女有着极大的野心 她不愿一辈子只做丫鬟 如今方氏生不出孩子 这不正是给自己留下的机会吗 所以他便在心中悄悄的密谋起来 这天一早方氏便坐着马车离开了 因为每个月初方氏都会去庙里祈福 要出去一整天才会回来 等到了午时 小翠从后除端着饭菜给李源外送去 不料他竟将一包药粉偷偷地混合在里面 随后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李源外身旁伺候 李源外饭吃到一半 便感觉到浑身燥热无比 小腹中还有一股邪火在燃烧 此时他看到身旁的小翠 呼吸都不禁急促的几分 小翠健壮不禁心中一息 整个人也是故意贴近了李源外几分 李源外闻到小翠身上的香味 终于是控制不住心中的冲动 一把就将小翠压到了床上 行了那夫妻之事 等到一番发泄之后 李源外不禁心中大惊 自己竟然背着妻子做了如此之事 不过他头脑灵活 一下子就意识到饭有问题 于是在一番调查之下 终于是揪出了小翠的秘密 小翠扑通就跪倒在地说道 老爷恕罪 小翠早就对老爷倾慕许久 这样做也是为了帮李家开支散业呀 李源外哪里还不知道小翠的心思 可是如今事情已经发生了 他又能怎样 于是只好将此事告诉了方氏 不料方氏非但没有怪罪 反倒劝说李源外收下小翠为妾 李源外对于小翠如此厚颜无耻的做法 很是反感 怎么会纳他为妾 所以此事只好搁置了下来 不成想就是这一次的意外 竟然让小翠有了身孕 李源外即使再不愿意 如今小翠怀上了他的骨肉 也只好将小翠取进门了 就这样 小翠便为李家生下了一个女儿 取名李锦 如今李家就这磨一个千金 自然是从小就受尽了宠爱 这段时间以来方氏 一直劝说李源外去和小翠同房 毕竟这偌大的李家需要一个男儿来接受产业 可是李源外却对小翠没有感觉 如今给他名分已经算是不错 根本就不可能斟作夫妻 见到丈夫如此执拗 方氏便不再强求了 这天李源外陪着方氏 一起来到了庙里祈福 夫妻俩虔诚地跪拜在佛前 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们 生出孩子 带到夫妻俩返回之时 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就在路过一处树林之时 突然一颗断木拦在了路上 李家下人连忙下马上前清理 可就在这时 一道孩子的啼哭声传了过来 让夫妻俩不禁心中疑惑 这深山老林的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呢 于是二人便下车寻找 很快就在一处草丛后面发现了一个婴孩 孩子的男孩 此时这孩子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布衣 整个小脸都动得发青发紫 方氏见了连忙将孩子包进怀里说道 这孩子定然是被丢弃了 这座父母的怎么就如此狠心 分明是想害他的性命啊 李源外心中也是心生同情 这孩子的父母简直是不配为人 可突然李源外脑海中不禁蹦出了一个想法 于是李源外便说道 夫人 既然这孩子与我们有缘 倒不如我们将他抱回去收养如何 文言方氏微微一愣 随后便是心中大喜 他激动地说道 老爷 或许这就是佛祖显灵了 这孩子我们一定要留下 于是 夫妻俩便将孩子抱上了马车 回到了李家 夫妻俩为他取名天赐 虽然不是二人所生 但是夫妻俩还是对他倾注了不少的心血 转眼间十来年过去了 如今姐弟俩已经常大成人了 虽然都是在李家的宠意下长大的 不过这二人的性格却是天差地别 姐姐李锦性子高傲 对身边的下人也是经常打骂 仗着自己李家千金的身份 在外面也是嚣张无比 李源外为此可没少发愁 可再看弟弟天赐 性子却是极为的稳重 而且他心地善良 平日里没少救助周围的穷苦百姓 为李家也赢得了不少的声望 尤其是他在经商方面很有天赋 如今已经能够帮助父亲分担不少的压力 如今儿女都到了该出嫁的年纪 于是方氏便开始给二人张罗婚事 李锦性子太过蛮横 所以夫妻俩商量着要为他找一个稳重的夫婿 这样也好管教女儿 于是李家昭旭的消息一传出去 很快就引起了轰动 这前来提亲的男子都排起了长队 要是能够取到李家千金 这日后可就吃喝不愁了 可是李源外挑来挑去 都没有一个能看得上眼的男子 就在他犯愁之时 突然成立许家许强带着聘礼前来提亲 李源外见到许强时不禁眼前一亮 要知道这许强可是许家最未杰出的一个后辈 这许家大半的产业都是由他来打理 没想到许强竟然会登门提亲 许强上前行李道 许强见过李源外 听闻李家在为李小姐招亲 小子早就对李小姐倾心已久 所以还希望李源外能够成全我们 文言李源外心中一喜 他赶忙说道 贤侄年少有位 简儿能够嫁给你 自然是他的福分 既然贤侄对简儿有心 那此事便就此定下了 听到李源外的话 许强心中也是一喜 连忙对着李源外心里 于是很快 李家与许家联姻之事便传了出去 要知道两家在城里都很有分量 如今联合在一起 岂不是在无敌手了 于是等到大婚之日 城里凡是有些地位的商骨 全都过来登门祝贺 场面甚是盛大 见到女儿终于是嫁到了一个好人家 李源外等人也是心中高兴 如今女儿已经成嫁了 自然是该安排天赐的婚事了 可是天赐却将心思全都放到了事业上面 根本就无心成婚 让李源外夫妻很是无奈 所以夫妻俩便不再强求 一切随缘便好 这天天赐来到了林县谈生意 就在他路过一处河边之时 发现一对母女正滩坐在岸上 抱头痛哭 不料下一秒 二人竟是直接跳到了河里寻死 如此一幕 可将天赐给吓坏了 他连忙让下人停下马车 自己则是不顾危险 跳到了河里救人去了 幸亏天赐水性还不错 很快就将母女俩救了上来 天赐不禁开口道 你们二人莫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为何这魔想不开呢 母女俩对视一眼 这才将家中的男处说了出来 原来妇人姓张 是从北方远嫁而来 不成想丈夫因为一场意外离世了 只剩下了她和女儿秀梅相依为命 秀梅面容娇好 被村长的儿子王大夫看中 可是这王大夫是个无恶不作的混子 秀梅自然是不肯同意 于是在王大夫的陷害下 秀梅便背上了一身的债务 若是他们再拿不出银两 恐怕就要在牢中渡过了 王大夫本想着借此来逼迫秀梅嫁给她 不料秀梅却始终不肯认命 母女俩在走投无路之下便想着一死了之 不料竟被天赐救了下来 听到二人的遭遇 天赐心中也是来了怒意 于是他便说道 你们放心 这银两我会替你们摆平 绝对不会让那贼子得逞的 文言母女俩心中大喜 连忙跪倒在地给天赐叩头 于是天赐便用马车 带着母女俩找到了王大夫 并如数掏出了银两 王大夫虽然嚣张跋扈 但是见到天赐身份非凡 也是不敢去招惹 只好答应平息了此事 如今母女俩也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便恳求天赐收留 哪怕是去家里做个丫鬟也好 天赐心中意软 便将母女俩带回了李家安排了下来 如今母女俩这才得知 天赐的身份如此的高贵 其实经历了此事 秀梅心中早就对天赐心生爱意 只不过自己只是个穷丫头 而天赐是堂堂李家公子 身份差距这么大 她哪里敢奢求天赐能看上自己 自己能在李家做丫鬟 每天能看信天赐便已经足够了 现在天赐已经成熟了许多 可以独当一面了 于是李源外便谋划着将这李家家主传给他 这样自己也能放下心来 好好地享受生活了 很快这个消息便传了出去 不料许强在得知此事之后 却是勃然大怒 他找到妻子说道 简而你父亲简直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这李家诺大的产业竟然没有你的份 全给了天赐那个野小子 难道你就甘心吗 文言李锦也是微微皱眉 其实他从小就对自己的这个弟弟没有好感 他不过是个野重罢了 为何父亲却对他如此的上心 而对自己却不闻不问 此时母亲也是开口道 我们母女俩在李家根本就没有地位 若是再被哪天赐得了家主之位 估计就要将我们扫地出门了 原本他没有打算争夺李家的财产 可是经过丈夫和母亲的提醒 他这心中是越想越来气 这李家本就应该是他的 他绝对不能白白将李家让出去 健壮许强不禁说道 可是你父亲认定的事情可不好转变 我们现在只能对天赐下手 我这里有一种药粉无色无味 只要让他吸进去就会变得吃傻 那样就不怕他跟我们争了 文言李锦也是眉头一紧 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了 可是他受不住丈夫的劝说 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这天李锦夫妻来到了李家用膳 一家人聚在一起是其乐融融 李源外见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婿都如此的优秀 心中也是痛快不已 由于许强喝的是鸣鼎大醉 所以李锦二人今晚便没有回去 就住在了李锦之前的房间 很快天色便黑了下来 此时丫鬟秀梅来到了马棚里喂马 这是她每天都要做的事 虽然累了一些 但是在李家过得还算舒适 就在这时 秀梅突然听到有人在墙外窃窃私语 她不禁心中疑惑 都这么晚了 谁会来这里呢 于是秀梅便凑了过去 带刀走近之后 秀梅才发现竟是小姐和她的丈夫 此时二人鬼鬼祟祟的样子 甚是可疑 莫非是有什么秘密不成 于是秀梅便偷听了几句 不料这话里的内容却让她惊呼出声 这二人竟然要害天赐 秀梅的动静一下子就引起了二人的注意 秀梅大惊 情急之下便躲到了马槽里 很快许强两人便赶了过来 见到没有人后 这才松了一口气 于是他们便朝着天赐的房间走去 待到二人离开后 秀梅连忙追了上去 天赐对她有恩 哪怕是在危险 自己也要救她 此时天赐正在熟睡当中 突然房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随后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便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许强 许强也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不由的身体都有些发展 当他听到天赐憨声如雷 心中这才放松了许多 于是许强便鼓起勇气朝着天赐走去 他从怀里掏出了药粉放在手里 见到天赐没有察觉 一只大手就将天赐的口鼻死死的捂住 天赐瞬间就惊醒了过来 可是他刚要挣扎 身上便便的软弱无力 随后整个人便昏睡了过去 见状许强不禁大喜 可就在这世门外突然传来了妻子的惨叫 等许强来到外面之后 发现李源外等人竟然全都聚了过来 原来是秀梅将此事告知了李源外 李源外没想到这许强二人竟然如此的阴毒 于是他便喊来了下人将他们控制住了 可等到众人来到屋里之后 发现天赐早已经中了招 李源外怒喝道 快去给我找郎中 若是治不好天赐 你们二人就等着坐牢吧 很快郎中便被请来 可是郎中在检查之后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 恐怕只有下毒之人才能有办法 可是许强却表示这毒粉根本就无药可医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解药 李源外瞬间就被激怒 便将许强二人送进了大牢 在毒粉的作用下 天赐早就没有了之前的灵智 就连吃饭穿衣都已经忘了 每天都要丫鬟伺候 李源外为了给儿子治病 找遍了这世上的神医 可是大家都拿这病没有办法 一下子李源外便苍老了许多 若不是李家还需要自己去顶着 恐怕他早就受打击倒下了 可自打天赐吃傻之后 秀梅却一直陪在她的身边照顾 还每天陪着她说话 带着她外出游玩 李源外夫妇知道后 心里也很是感动 也许是上天眷顾 在秀梅的精心护理下 天赐竟然渐渐地恢复了一些 最起码已经可以记起一些之前的事情了 如此变化让众人是激动不已 就这样一年的时间过去 这天秀梅正要伺候天赐起床 不料天赐竟是开口道 秀梅 多谢你这一年的不离不弃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文言秀梅浑身一颤 她不禁言寒热泪道 天赐 你 你好了 天赐点头道 多亏了你的照顾我 才能恢复 接下来便让我来照顾你吧 说吧 天赐就将秀梅拥进了怀里 秀梅心中激动 没想到自己真的能等到这一天 后来李源外等人得知天赐恢复后 心中也是高兴不已 随后便为天赐和秀梅操办了婚事 而李源外也正式将家主之位传给了她 李家在天赐的带领下是更上一层楼 秀梅也为李家生下了三个孩子 一家人终于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您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